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属,要面向风水发明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面向当中的一些小知识 我们看额头高耸,在相学当中是代表早年的运势和福气 在老一辈眼中更是以额定贵的说法 额相端正高耸,明亮有光泽 一般这样的人思维逻辑能力强,聪明有头脑 自身的财运也是非常的不错 还会有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 在生意场上更是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无论是哪个行业都能够混得如鱼得水 而且是越过越富有 第二个特点就是眉毛清秀 在相学当中,一个人眉毛长得清秀,眉形端正 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温和 对待金钱的把控能力也比较强 一旦看到比较出色的投资理财机会 必定会马上出手 个性大胆果敢 可以说是这样的人都会保证自己的福气运势不会太差 自己日子也是过得越来越富有 在生活方面能力也不会太差 眉形端正的人跟家人的关系 包括特别是兄弟姊妹的关系 相处都非常的好 家心啊,那么财运财能旺 还有就是田宅宝满 田宅宝是位于眉眼之间的 代表一个人的田宅和房产的这些基础的运势 那么这个田宅宝的位置饱满 明亮有光泽这样的人呢 聚财能力出众 而且呢多半会有偏财 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更加的容易获益 所以说一般呢他们金钱的运势比较出色的 容易大富啊 现在跟这个房产固定资产挂钩的这个运势啊 这都是大富啊 赵峰尔啊 这个是在项目当中 赵峰尔一般呢是带着这个不好的这种感情运势 但从投资理财方面的话 赵峰尔的能力啊 一般都很出色啊 特别是有赵峰尔的女人啊 眼光独到 这个投资精准 常常一出手就能够有不错的收获 擅长投资理财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双下巴 双下巴就是指下巴的浑厚有肉啊 呈现双层 下巴长得越是厚实啊 他们聚财存钱的能力是越强啊 家中啊 多半会有一些不少的不动产啊 这种能够保证啊 一生啊 财运是非常兴旺的 长有双下巴的人 晚年的福气运势也是非常的深厚 儿女的成就都不低 晚年能够过上衣食无忧 能够享清福啊 实现多子多孙的愿望啊 我们说这个 对于人来讲啊 无非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人啊 一个是财啊 发财发人啊 那么发财又发人的话 这种就是双下巴的这种 经常有的运势 好了 有关这个面向当中的小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